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提交了由多位议员联署的议案 谴责中国政府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 好的林森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 星期三向众议院提交了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 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呼吁停止武断拘押、酷刑和逼迫放弃信仰等行为 并惩罚相关的中共官员 另外同为CECC共同主席的卢比奥参议员 星期三也在参议院推出了类似的由多达15位参议员联署的议案 史密斯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 中国强制拘留100多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是令人惊恶的邪恶 国际社会应视之为反人类罪行 他说中国政府创建的这一只能被称为是集中营的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 在21世纪是不能被容忍的 史密斯在声明中表示 该议案为行政当局提供了途径 以坚决反对北京计划抹去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宗教认同文化及语言的行为 他指出作为开端 中国政府的官员因为他们共谋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被追究责任 声明中称 美国企业也应该被禁止帮助中国在新疆地区建立一个高科技的警察政府 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丽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认为此举显示美国的议员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很高兴这个法案最终走上台面已经推出来了 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美国的议员在听纳税人的话 在听他的选区选民的话 因为我们维吾尔人里头在美国的将近一万多的美国维吾尔人 我们大多数都是美国公民 而我们的亲人都已经在冬头角色弹失踪了 所以我们要求美国政府我们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施压 首先是要关闭这些集中营 然后呢发现找到我们的亲人 这项两党议案的内容包括 谴责中国在新疆侵害人权 包括强制性的拘押多达100万维吾尔人 呼吁立即关闭新疆的强制拘留营 以及呼吁美国国务卿考虑任命美国新疆问题特别协调员 协调美国对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回应 并考虑对中国政府 中共以及安全部门中的人权侵害者实施针对性的制裁 伊丽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他相信这个议案一旦通过将对美国各个部门产生极大的影响 会将进一步推动美国对相关人权问题的关注 以及加快实施相应制裁的步伐 议案中还呼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与国务协调 对新疆镇压做出区域安全评估 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交报告 说明有关在美国暂时学习和工作的维吾尔人 以及中国国民曾经受到中国官员骚扰和恐吓的信息 呼吁美国国务卿提交跨部门的报告 评估被关押在所谓的这种在教育营的人数 以及在教育营中的这样一个状况 以及被强制拘押的人数 新闻自由和严重侵害其他被普遍接受的人权的 这样一个状况 以及当局采用压制性的监控方法等信息 伊丽夏提表示 除了国会议员推出议案之外 美国还可以做出其他重要的努力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政府还可以做出的一个就是说 刚才咱们谈过的这个通过对陈全国以及其他的进行制裁 包括那些提供技术支援的美国公司 中国公司进行制裁 然后再一个呢就说 作为我们美国的维吾尔人 我们都有亲人 像我在一开始讲的 美国还可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打听保障我们亲人在那边的安全 此外伊丽夏提认为 美国还应在人权问题上 联合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 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然后呢美国还能做的就是说 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事实 更为严厉的这种 对于有关人权的这些制裁 对那些官员 那么这呢将促成中国 改变他的行为 改变他对世界这种政治秩序的 这种藐视和对世界政治人权的 这种恶意践踏的这种行为呢 是一个阻止和防范的作用 对于相关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 推动这项法案的美国议员 应该更加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 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内政 说三道四 此外联合国此前曾经表示 有可信的报告显示 在新疆有多达100万民众 被关押在所谓的这种再教育营中 这一举措在国际上引发了 诸多的批评和担忧 中国国务委员外长王毅 星期二呼吁国际社会和媒体 重视中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和情况 而不要理会有关新疆的 所谓的小道消息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 感谢记者乔战的介绍 好 感谢观看